柯文哲近期卷入多项的争议 他的妻子陈佩琪也陷入人头公司遗云 不过现在外界关注的是陈佩琪的生日照 镜子反射一名紧穿短裤的男子 这个人是阿贝吗 连线记者李一如 好 主角各位观众 民众主席柯文哲陷入金流争议案件 妻子陈佩琪近期也涉嫌非法设立人头公司 不过呢 外界更好奇的是 他前天生日文上面照片PO的背后藏进人 没有穿衣服的人到底是谁 陈佩琪也为大家解答 哦 那个是我老公帮忙拍的啊 对啊 他当然是有穿衣服 可是在家里他如果老公没有穿衣服 这个也不违法吧 好 另外针对联谊周三 也就是明天的时候将要约谈 陈佩琪也就是来成立个调查会 来查查陈佩琪涉嫌设立人头公司的事情 对此陈佩琪也有罪性回应 你有没有违法兼 应该还是没有违法兼差 那我想说因为我们台湾 好像有一万多家 上市会就有一千两千家 那TOTO有一万多家 我说我不可能每一个 就是每一家都去给他问说 陈佩琪有没有在你们这边监制 你要开一个我没有在你们这边工作的证明 不太可能那么多家公司 所以我明天会去跟联谊要说 检举人啊 不管是谁 就检举人他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公司 就是我在哪一家公司有任什么董监士或小职员都没有关系 我要拿到那个联谊拿到的那个检举人的检举信函之后 那我会请联谊说那你去到台北市的商业商业处还是商业司去看看去查这家公司的里面的股东董监士还有负责人或职员的一个结构 其实我相信那个检举人应该也有办法自己去查 如果你认为说我是哪一家公司 他应该是查到我在哪一家公司有什么 那提供了什么给联谊 那联谊可以去查 那检举人也可以去查这样子 好 陈佩琪也表示今天晚上会把资料看仔细 明天将会进到联谊的调查会议来解答一些外界的利率 以上长期的消息把时间镜头交还棚内